OK,我们在数学里面,我们学了加之后,再学减,学了乘之后,它的倒反过来是除 然后学了power,那就是square, square, square root, cube, cube root 然后现在我有indices,indices的倒反呢,就是lock OK,然后我们知道2的power3是8 所以2是我的base,然后3是我的index 然后8是我算出来的答案 所以我们倒反过来的问题是842的power几 OK,所以我们就讲842的power3 然后我们用的符号就是lock28 就是842的power几 这样lock28等于3 OK,所以这个叫做对数,也就是lock OK,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不用对数这个字眼的 我是用lock啦,我们英文版本的情况之下都是lock 然后在lock的这一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10power2等于100的时候 100是10的power几 所以100是10的power2 所以100是10的power几 100是10的power2 然后3power4等于81 所以81是3的power几 81是3的power几 81是3的power4 125是5的power减2 3是9的power2分之1 OK,所以我们通过这一边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loc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lock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我的a要大过0 然后我的a不可以是1 然后我的x要大过0 就是说我的这个号码跟这个号码都要大过0 OK,都是要大过0 然后这个呢,我可以从这一边变来这一边 我从这一边变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 power n等于x的时候 我教大家一个很容易记的方法 我把这个t下去 所以我的n等于lock ax 你就是想t下去 所以n等于lock ax OK n等于lock ax 你分了t下去 然后同样的 你从这一边回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lock ax等于n的时候 我把我的a t过去 所以我x等于a power n 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要把这个t下来 跟把这个t上去 来我们再来这一边观察一下 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10t下去 我把这个3t下去 我把我的这个5t下去 我把我的这个9t下去 然后我就变成另外这一边呢 lock 10 100等于2 lock 3 8 1等于4 lock 5 125等于-2 lock 9 3等于102 然后在这一边我要从这个变回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我的10t上去 100等于10 power 2 然后我把我的3t上去 所以81等于3 power 4 我把我5t上去 所以125等于5 power 2.2 然后我把我的9t上去 9 power 120等于3 这样的一种方式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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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